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不但使曾經嚴重危害社會安寧的黑暴活動大為收斂 同時都使得一到十分囂張的危害國家安全勢力樹島馬騷散 有些獨人紛紛加入逃亡隊伍 據悉,與港獨組織香港眾志關係密切 曾發起多個活動鼓採外國對香港制裁的民間外交網絡 前發言人張崑陽 已經在上週五秘密潛逃到英國 投靠早前潛逃到英國但被特區政府通緝的中資頭目羅冠聰 並加入正在籌備階段被外界稱為 潛逃分子大本營的所謂流亡議會 企圖再借西方勢力稱要繼續進行反華及港獨活動 對於有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繼續在境外勾結外國反華勢力 特區政府已陸續發佈通緝令 通緝羅冠聰、陳家驅、黃台仰、鄭文傑、劉康、朱牧文等人 答案 歡迎 感谢观看